这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先把资料先读出来 所以你确定可以OK 第二个,再把新增的这部分的程式 就分别把上面这七行 应该是上面的六行 把它贴到上面来就可以了 所以有点像拼装 然后呢,再产生什么 我们的这个 主要是Table名称变更而已 本来是Table01 把它改成Member01 后面的话就是ABC 我只有把那个A的部分 改成Int 其他部分的话呢,就是 把它改成什么呢 其他部分都是用维持Tex 所以如果你假设是Tex的话 那记得就是说呢 你的那个 Instit2的前后一定要单影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如果你可以避开这一点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个命名我习惯是用ABCDE 但是你将来你想要把它改成别的名称 其实也都OK 只是说因为这个地方 后来我发现 这边也是有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概念 它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idea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呢 这个已经建了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 资料栏位总共有五个 然后下面的部分再把它贴上 特别就是底下这几个 Ctrl C 贴的话就贴到这边来 把这两行按一个tape键 然后再来关键地方就是再把 insert into的后面加上member01 然后values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有五个栏位 所以后面的话 你就加五个大瓜糊 五个大瓜糊 那记得呢 后面的四个 前后是有单引号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后面 因为总共有五个栏位嘛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第一个栏位是那个 int 所以前后不需要单引号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把那个后面加上点format 有没有 然后其实上面就有了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关键在这里哦 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 贴到这里 记得这个地方 只要你移时过程没有出错的话 那应该就一次成功了 OK 所以这个特别小心都是细节 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剩下来就是把exqueue 写入成功 一次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这些小细节 那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资料 其他地方都一样 你用别的资料 资料库写的方法一样 因为我记得我快三十年前入行 我写资料库 不然就写这东西 只是说用的资料库 不是seqlite 是那个msseql 或olocal 但是其实写的方法都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 做资料库工程师还蛮不错的 因为 学的东西都没有怎么改变 不用再学新的 OK 不用再update新的 不然的话 我看到这个python 说真的 现在你学会了之后 可能它还能存活多久 我也不知道 因为十年前我教最多的是java 几乎都在教java 哪有什么python 这种东西 没有 十年之后呢 突然碰出一个python java就没有人要学了 也不是说没有要学了 市场整个就急速萎缩了 因为现在当红就python 但问题python的下一个呢 不知道 OK 所以 那不是说叫你不要学了 因为都有一个延续性的 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观念都差不多 像资料库 Java的资料库也是长类似的 也是会遇到什么单以后 像类似的问题 也会有execute 这个SQL的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把资料写进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要把它读 可是问题 我们除了说用这个方法读之外的话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你一直写一直写 你会发现呢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理论上应该只有50个会员 可是目前因为我执行了几次 执行了三次 所以里面的话会多什么 诶 怎么变150个人的 再写一次的话 那不就变200个 诶 不对啊 那应该怎么样 那想一个办 就如果你在执行的时候 应该几个方法 先把旧的资料清空 或甚至你可以判断 如果那个资料库里面 应该先把旧的delive掉 然后把新的资料再加进来 可是要怎么样把旧资料删掉 特别重要 你可以在第三行的下方 先做一件事情 什么是呢 当你要这个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样呢 先把资料先删掉 那怎么先删掉 其实你可以拿那个建立 create table拿来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的话 就这两行 复制过来 然后呢 轻易把什么呢 把那个create table 改成叫什么 叫delete table 把create把它改成delete table 然后面的话呢 多加一个叙述 底下是if not is this 这个上方的话就是if 什么 刚好颠倒 if is this 如果那个table存在的话 哪个table 就是member01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delete掉 那栏位名称不用 就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应该看得懂 差异吧 如果那个table 这个哪个table member01如果存在的话 那就先帮我怎么样 delete掉 那我再重建 然后呢 我再怎么样呢 我再把它资料放进去 那这样的话就维持 每次都是最新的 那也不会一直增加 OK 这第一个方法 不过还有第二个方法 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你如果把table整个砍掉 现在是要重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之前讲过delete from delete from 那个什么呢 那个member01也可以 delete from 那可是问题 两个方法都可以 就是把资料全部删光 但是呢 以资金效率来看 好像是三 资料表 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为什么直接把table drop掉 把它分成一下 不是delete 应该是drop才对 这个应该把它改成什么 drop 记错了 OK 应该是droptable 不是delete table droptable if 那个 is this 特別是没有not 那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的话呢 刚刚这个table 里面的话呢 也一样写入成功 那刚刚没有droptable的话 那它资料会不断增加 那我们现在把它切过来再切回去 那你会发现再看一下member01 里面的话呢 它现在里面的比数 那就会是维持50个 也就是我现在在执行的话 它一样是先把里面的资料drop掉 然后再create新的 所以呢 永远会保持最新的状态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 可能就是 再把那个 这边再增加一个 droptable if it is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如果说老师我不要用这个 这个 sequentite browser 我想要把它直接查出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再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module 这个module的话呢 里面我只要拿刚刚讲的 查询有没有 直接把这个 刚刚讲过的查询复制一下 把它贴过来 那我可以怎么样 自己写算了 可是问题我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 这个应该一样 我是针对 找这个 资料库 那哪个table呢 一样这个地方改一下 这个叫table01改成member01 然后呢 一样是做 资料表里面的资料全部塞回来 那后面的话呢 因为它总共有五个栏位 不是两个栏位 所以我底下的话 这边其实有啦 我拖篮一下 底下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全部查出来 那查出来的话呢 因为有五个栏位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五个栏位 的名称打上去 把这个 拿这个来改好了 先close这个 OK 然后呢 五个栏位 然后呢 把这里面的资料 一个个输出 那一样的 一个 一个的 串在 当然这个 底下这个串的方法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format 一样的道理 然后中间把它加逗点 所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就可以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查出来 有没有 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资料 又重新从资料库捞出来 但看起来很像是 跟那个档案读取很像 但实际上这个是 已经是在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如果资料 已经写进去的话 甚至可以把那个 seql的这个语法 稍微改一下 我们就可以改成 做查询系统 查询功能 比如说呢 我将来可以什么 slate所有栏位 from 这个member01 后面的话你可以空一格 再加上一些叙述 加什么 会偶 如果你要查什么呢 查编号的话 底下 你可以加什么 请输入编号 然后再增加什么 会偶 a这个栏位 等于我要查的这个编号 那他就会只帮你查什么 查你的编号 所以这边后面你其实可以该写一下 另外的话 还可以查什么 查关键字 比如说我要查哪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我只记得他姓什么 比如说他姓李 李 李什么 他有点忘记了 可以输入一个李 他自动呢 可以把李这些会员全部调出来 那这个底下的话呢 就是文字 就是做那个关键字查询 OK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这个部分做出来之后 另外呢 再增加一个删除table 并且把它改成用那个 前面写的这个查询 的方式 再把资料 从那个资料表里面 把它捞出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我可以 资料可以查询出来的话 其实可以衍生出蛮多的变化 甚至就是说你可以 做一些进一步的查询 那查询的方法当然 我们可以针对 比如说第一个栏位编号 第二个栏位是文字 甚至可以查那个生日的部分 甚至可以查其他的关键字 甚至可以查其他的关键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